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我开始和主同行以来 我以为菲律宾人都是会讲英文的 也都懂得听英文 所以直觉认为要和当地人交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上帝他将我送到一个当地居民 几乎完全不懂得听也都不懂得讲英文的地方 我灰心地跟主说 主呀 在这里身为一个外国人实在是太难了 我和我的宣教伙伴讨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希望上帝能告诉我们 去如何接触宣教地区的居民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们发现每当我们在村里走动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认出我 并向我打招呼 Hi! 阿力山卓阿姨 虽然我们大家都不认识大家 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小朋友都总是对着我们微笑 正因为这样 上帝允许我们接近他们 并和他们分享上帝的信息 菲律宾人 代陌生人是非常友善 他们也很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家 当地大约九岁的小朋友 是我们所召集的第一批喜爱圣经的民众 我们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 也都教他们圣经的课程 和带动他们唱 我们善用了身为外国人这个优势 他们很好奇想知道我的一切 也都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每当我洗衣服的时候 他们也都同时教我他们的语言 他家陆语 他们每一天都和我在一起 圣灵触动了他们的心 其中三个人决定受洗 我们宣教区的教堂 没有门和窗 屋顶也都处于未完工的状态 因为缺乏资金 工程突然中断 所以我和伙伴为这件事而祷告 求上帝令我们可以见到继续建堂的方法 神没有令我们失望 当我们和家乡的朋友介绍了我宣教区的需要之后 我们筹集了46,419匹索用在教堂建设项目 上帝感动了很多人去帮助我们 实际是令我们非常感谢 在义国他乡固然困难重重 但是上帝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 正如他使用我外国人士的身份 在宣教区全阳福音一样 他不会抛弃我们 毕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女 且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动工 并使用你作为他全福音的工具 今天的神中课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